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近留一顿全国 留一顿 所以我看有人说不到三个人一顿楼 平均不到三个人一顿楼 中国住房建楼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有一个数据 您认为为什么现在才查清财 但是他当然详细的没有公布 为什么他现在才去查呢 他应该是 我不认为他是现在才去查的 他只是现在 现在才披露出来或公布出来 还有这个六亿栋这个数字 确实太惊人 但是也不奇怪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谈到就是说 10年前 2013年正好10年前 我在写了一本书 在台湾出版的叫赤龙的前囊里面 也提到就是说内数的数据就是中国有剩余的 多出来的房地产足够3亿人用 这是10年前的事情 那现在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你说这6亿栋是不是平均不到三个人一栋楼 可能都是平均两个人一栋楼 我都觉得 因为现在中国人口 尤其中国这个瘟疫 现在那个大量的死亡 上亿人的死亡 这个数字呢 可能中国人现在就是两个人一栋楼 那这个数字确实太令人震惊 我觉得这个 以前中国这个 这个筑记建筑也好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知道的话呢 他或者是不愿意公开 不想公开 或者是就是说 他就没打算公开 那现在这个公开呢 有一个原因呢 他们没有说明 为什么现在这样公布 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可能性呢 他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中国推出 这个房地产税做一种铺垫 就是为了房地产税嘛 他现在随便你知道有多少房子 那每栋房子什么什么情况 那现在等于是先给做一个铺垫 披露出来的 但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 因为它不是6亿户或者6亿间的 因为这个公布的数字也是很奇怪 因为其他国家你如果公布房住房的话呢 都是按这个户 你独门独洞的那个别墅的房子的话呢 但是一家一户 那如果是高层公寓 或者是那个duplex Triplex就是两连动三连动多连动的 那就是好几户 那高层公寓呢就更多了 可能涉及到几十户上百户 所以那你光公住洞的话 这个数字显然是很奇怪的 因为你这个反应不了 就是到底可以提供多少户 或多少人的居住 那他这样做的目的呢 他这样公布这个数字呢 来确认这个数字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共可能打算 按着洞来付这个房地产税 那如果是有钱人 或一人一家一栋的话呢 那你全家服役这个房子服彩 如果这一栋楼里边 有一百个人家的话呢 你就到时候一百个人分摊这个方案 我觉得是 这是我推测的有一个可能性 所以现在呢 他不是说现在查清了 他早就早就知道 只不过现在有他自己的目的呢 现在把它披露出来而已 那现在这么多的这个楼房 就是说中国这个住房 还有这个就是应需求吗 对 这个刚需呢 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中国这个房子 这个拥有率 基本上可能就不各种各样的房子 也不会 其实中国首先是没有这个住房拥有率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中共有这个70年的使用权 很多人在谈论房地产的时候 都已经忘记这一点了 但因为中国人在买房子 中国人也因为自己在买房子 他们付了比其他各国人更高的钱呢 来实际上是租的房子 因为他只是有个使用权 这个使用权现在慢慢开始慢慢到期的时候呢 那这个后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但这样的话呢 不管怎么说呢 现在其实中国呢 应该有90%多 我记得有个数字90多的人呢 都是有拥有自己的房子 就是说 那现在就是刚需了 或者是年轻人成家立业这种 这个需求在迅速减少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年轻人呢 结婚率呢 非常结婚比率非常之低 历史性低 然后呢 就不结婚 也不生孩子 那就没有这种刚需了 相反就是说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 比方说亲友啊 或者有人拥有个别的话呢 可能转征转让 可能也会导致这种刚需的减少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百姓这个烫平现象 烫平现象也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降低 那这个住房就是这个6亿吨 就是平均啊 平均下来 您刚才说了 就是甚至可能不到两个人一顿楼 但是就说 如果是地区分布的话 是不是就说 大城市 比如说像北京上海这类的城市 是不是还有需求 其实在这个 即使在 怎么说呢 比方说日本房地产崩溃了 崩溃过 所以崩溃的时候呢 在有些好的地段 比方说东京都的最好的地段 它仍然是有需求的 永远是有需求的 像美国的话 你比方说纽约曼哈顿 曼哈顿那个 曼哈顿那个上东区 上西区 最好的区呢 它永远是有需求的 它那个需求来自全世界的富人 而是全世界的富人呢 你不管其他国家 整体世界国家经济会怎么样衰退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它这个需求总是会保持 像北京啊上海 有些那个 嘴京作为首善之地 上海所谓金融中心 经济中心 这些他们的 有些地段 都是永远是会有这个需求的 所以你要看这个整体的市场需求 你是不能光看这些 个别城市 一定要看这个整体 才能看出来 另外就是 这个中国建楼建这么多 就是没有人去住 这是什么样 就是规划性错误 还是规划混乱呢 您认为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 首先这个数字的非常惊人 这六一栋呢 我那天也跟他们有一个做分析 就是说 像美国也有高层建筑 大城市里面 对吧 但是大部分美国人呢 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 我想至少这个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六七十美国人呢 都是住在独门独户 像住在那个郊区啊 就是suburb或者experb 就是说这种地方 独家独户 其实在城市里面 很多人也是独门独户 住这个高层工业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 那就是说 中国这个 对不起 我忘了一下 你忘了一点这个问题 就是它这种是属于规划性错误 乃是规划混乱了 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对 那实际上中国这个呢 不是规划性的错误或者混乱 或者是无意中造成的 实际上是中共政府 它有意这样造成的 我相信中共政府实际上是知道 它这个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呢 它又不能放弃 第一 现在的泡沫太大 它不想让它破灭 破灭的话 会拖垮它这些银行 金融机构 并且呢 各级政府呢 当年呢 过去这二三十年呢 实际上也是把这个房地产 作为一个给自己捞政绩 然后呢 给自己捞钱 让这个中共官员迅速富起来 这么一个工具 又可以中央呢 在中央看来的话呢 你各地这么基建也好 建房子 可以搞使GDP增长 保持很高 看起来很好的数字 它可以用这个来吸引外资 吸引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的投资 所以对它来说 其实对所有人来说 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基本上就是人们生在发大财 只要它能再赚钱 能再发财 能再从这种卖地的收入 土地使用转让的收入 还有那种卖房子 建房子的收入里面 得到钱 得到贷款 得到外资投资 他们就肯定会乐此不彼 也可以使它的GDP增长得很好 至于说过不过剩 或者是发展 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一个需求 这个不是他们 或者是他们所想象的 虽然很多人实际上 已经早已经提出来了 包括我十年前那本书里 都已经提出这些警告 但是他们实际上 是不会在意这些警告 对这些人来说 对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最上层的人来说 即使现在房地产市场破灭了 可能对他们甚至是没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该赚的钱 已经赚到 该拿到的 然后该转移出去的 这些东西完成 现在只不过 他们现在就坐在 中共这个沉船上 看这个船可能要下沉 但是它能捞一点 最后再捞一点就捞一点 实在捞不成的话 实在船实在要沉的话 他们再会一走了之 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中共政府 就是不想让这个房地市场 房地产破灭 就这么维持着 但是我看有报道说 就是比如说像 山东威海的 这个海边的小城镇 然后他那个房子 现在已经降的 就是好像五万就可以 就是很低了 而且他那个地区 建了很多的都是海警房 但就像鬼城一样的 几乎是没有人住 就是说 这边就说是也 房子好像也在下降 但是那边也说 这个政府好像不让房子来降更多 就是这种现象 您怎么看 基本上是 东西是不让房子下降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前一半就是说 有很多的一些开发商 受不住了 像降价 这个中共是不让降 这样的话 他们一个贷款在银行收的 银行也是国家的 他如果降价的话 银行他钱也收不回来 还有很多这个居民 各体去卖房子 像大幅降价的时候 中共的一些 承受房管理的机构 根本不让他们登记 不让这价 他知道这个 他不能开不了这个口子 但是当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人 这么多城市 这么多 有些地方可能就是 实在那个资金太紧张 也会有一些降价 但基本上总体的策略 中共是不让他降的 有些可能挡不住了 但是不让他降 就是因为他不想让他拖垮 这个中国的金融和银行体系 中共原来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 如果虽然那个房地产泡沫 市场泡沫很大 但是如果只要中国经济还在继续增长 对吧 外资还在涌入 然后呢 他这个 这个也不断扭新的钱进来的话呢 也许这个房地产 这个市场呢 可能会有个慢着陆 对吧 就是这个soft landing 软着陆 软着陆 慢慢再降起来 或者是就是说 以后再维持着高位也没关系 但是这个真正的现实呢 就是并不是他们所预想的那样 现在经济突然停滞 然后呢 失业人口大增 人民收入减少 这个房地产销售都是大幅度的削减 腰斩 那这个他就现在这个泡沫 就是肯定就是要就是要破灭 另外我还看到一条消息 就说好像是从石家庄开始的 就是拆房呢 是给房票 以前呢 他把你旧房子强拆了以后 他是给你现金 折合成现金 而且这个房票好像是一年 有效是一年 就是如果你在一年之内 不买一个房子的话 然后你这些就作废了 就是对这种政策 你怎么看 这种是非常 这就是你流氓和土匪的行径了 因为你把人家房子拆了 对吧 你本来要补偿任何房子 或者补偿一个房子的话呢 人民仍然有地方可以住 或者补偿现金的话 他马上可以买 你现在不给的现金 只是给这个房票 这个房票还可能贬值 还被限制使用 这个就是在明明白白的跟人抢钱 这就是中共土匪的行径一贯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看来开发商也缺钱 政府缺钱 快航就缺钱 银行也缺钱 大家都在缺钱 所有人都缺钱 老百姓也缺钱 那就这样的话 他拿不出钱来给他付拆迁补偿的话 他只能用这种房票或者借据 白条来代替 那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也真是很可怜 很无奈 他们现在也没办法不接受 中共甚至还会有强财的行为在出现 那现在这个六亿吨的这个数字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恶果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 这个恶果会非常深远 长期深远的产生后效应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的人口在急剧减少 中国人口现在可能只有十亿人左右 并且出生率也在下降 那你本来这个六亿栋的话 我们就按平均就说 把这个别墅型的去掉 剩下有三亿四亿是比方说是那高层公寓 每栋一下就算五十户一百户 那这个已经早已超过全世界的人口 全世界的人都住在中国 那个楼里都可以住下 那这房子显然是不需要 那不需要的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办法 最后可能就不得不就是要 就要炸掉很多很多 以前中国已经出现过 炸掉的这些情况 以前炸掉这些楼房的时候 就是说因为炸掉 这是要炸掉 因为它这个地还值钱 它可以把它炸掉以后 捡其他东西 它还可以赚钱 那以后这些更多的房地产 能下降了以后 那么它地也不值钱 那它炸掉以后 它也没办法建更多的 建其他的 那就炸掉这些房子 那些所有的前期的投资 建这些房子那些壳 这些花这个钱 这钱都全部打水漂了 所以这个解决的 这解决的办法呢 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房子太多的话呢 也就是让它空荒 荒荒枯空缺 然后最后还是要炸掉 就这么简单 也只有真正炸掉了以后呢 中国的房价慢慢以后才会 就是说走向平稳 要不然的话 你有这么多空房子在这 这房价肯定是 肯定是和您会波动的很厉害的 那这个损失谁来付 这个就是中国的 只有中国老百姓付 只有韭菜来付 因为这个房价定并不是 人民可能看觉得 好像是开发商在付 或者银行那个抵押贷款 破灭了以后 他们银行在服务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开发商 尤其是国有的开发商 地产商 最后他们一些债务 或负担窟窿 最后都是银行去顶 银行也是都是中国政府在顶 中共政府呢 它是不能产生任何价值 他们只会印钱来顶 它在印出钱 中国已经印了这么多钱 最后还是要印钱来顶掉的话呢 那这个钱造成了通货膨胀 最后的恶果呢 就是全中国人 所有的人都在分担 所以这个最后的负担 一定是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那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是 他现在公布 还有一个目的 可能是要挣这个房税 那他如果炸的话 这个房税是不是也挣不了了 对 那不炸也没用 不炸了 你炸了 至少可以慢慢把价格稳定 但是要大规模的炸 6亿 我会说中国炸掉3亿都没有 都没什么不会缺房子 对吧 但是呢 你不炸也没用啊 它是空灯的人 这是烂尾房 烂尾房的话呢 也没有人能够去付 他的一个房地产税 但是中共呢 现在他要如果真是大面积 开始推倒 这种炸的话呢 那它是又涉及到 整个社会就会产生 恐慌的心理 这个问题也更大 并且你一大堆烂尾房里边 有些买房的人 就是说 他居然就住在烂尾房里边 把它当做一个帐篷一样 就是勉强住在里边 当成一个窝棚一样的 你这些人怎么办 这也是个问题 接着 每日的액本 出发 启会 哪有 要 难 similarity 咱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